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湾晶铁设计大厂联发科公布了11月业绩。 受消费类电子市场淡季影响,联发科11月合并营收达新台币452.42亿元,环比下滑11.49%, 不过同比仍增长了5.04%。 伟绩前11月,营收达新台币4889.02亿元,同比增长25.43%, 以大幅超过去年全年的新台币4334.46亿元营收。 2024年,全年营收突破新台币5000亿元大关,以无悬念。 尽管消费类电子市场仍略显乏力, 智慧边缘平台Smart Edge Platform营收有所下降, 但由于天机9400旗舰晶片拉货持续,抵消主流及入门级市场的皮态,支撑联发科第四季度营运表现。 根据预计,天机9400市占率与ASP平均售价同步提升, 联发科今年旗舰晶片营收将同比增长70%,市占率将达30%。 与此同时,苹果公司计划在2025年为其智慧手表移入卫星通讯功能, 并正在加紧开发血压功能,以吸引徒步旅行者和注重健康的消费者升级他们的电子装置。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项卫星功能预计将于明年在新款旗舰腕表Apple Watch Ultra上推出。 这项技术将让智慧手表用户在没有蜂窝或WiFi连接的情况下, 通过Global Star Inc.的卫星群发送迷枉短讯。 另一项功能是监测Apple Watch用户是否患有高血压, 该功能可能最早在2025年推出。 这项技术将延续苹果在该公司执行长库克领导下做出的最大努力之一, 即增强其产品的健康和安全功能。 苹果越来越多地将其手表和手机作为旧生电子装置进行行销, 而最新的功能将增强其优势。 苹果于2022年首次在iPhone14中推出了卫星通讯功能, 能够让用户在断网的情况下也能与紧急服务保持联系。 2023年,该功能得到了扩展, 可以与路边援助、提供商联系。 苹果今年再次升级了该功能, 让人们可以用它通过iMessage向任何人发送短讯。 但这意味着徒步旅行者和其他户外运动爱好者 仍必须携带iPhone才能使用该技术, 现在他们只需要手表即可。 Apple Watch Ultra将成为首款具备卫星功能的主流智慧手表。 过去几年,苹果和GlobalStar的合作不断扩大。 2023年11月,苹果向GlobalStar投资了约15亿美元, 以加强其基础设施。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苹果持有该公司20%的股份。 在经历了一段低迷期后, 苹果希望通过新功能重振智慧手表的销量。 过去两年,苹果可穿戴装置、家居和配件业务, 包括手表的收入一直在下降。 部分原因是,消费者升级的理由越来越少。 尽管今年的Apple Watch Series时更薄, 屏幕更大, 但与之前的型号并没有太大区别。 卫星功能将让用户有理由购买售价799美元的Ultra型号, 而不是低阶版本。 另外,Apple Watch的部分型号也进行了内部改进, 从英特尔的蜂窝数据机转向联发科开发的数据机, 这一转变将进一步减少苹果对英特尔的依赖。 这将是联发科首度打入苹果主力硬体产品供应链, 意义重大。 苹果对联发科的产品评估时间已超过5年, 此次Apple Watch转向使用联发科的数据机晶片, 将同时支援5G RedCap, 这是专为物联网模块与穿戴式装置设计的低阶5G服务, 这类产品通常不需要高速数据连接。 目前,Apple Watch使用的是4G LTE, 并未向iPhone已转向5G。 同时,苹果正在为iPhone和其他电子装置开发数据机组件, 这是对高通公司技术的一次转型。 但目前还没有计划在Apple Watch中使用该组件。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Canalist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4年三季度,全球可穿戴万代装置市场, 同比增长3%,达到了5290万部。 其中,苹果公司以16%的市场份额位居全球第一。 如果仅看智慧手表, 三季度出货量约为1850万部, 这其中,苹果占据了约一半的市场份额。 随着苹果有意大幅提升明年Apple Watch功能, 预料将推动Apple Watch销量的增长。 如果新款Apple Watch真的采用联发科的数据机晶片, 那么将有望进一步助推联发科业绩的增长。 业界分析, 以联发科现有M805G数据机晶片来说, 支援最快下载速度高达7.91G, 上传速度达3.76G, 并支援5GNR plus毫米波双网路连接, 即再波聚合, 还有5GNR再波聚合与混合双共TDD加FDD, 可实现更高的平均网速, 及两个连接区域之间的无缝切换。 其技术强大, 应是获得苹果青睐的原因。 试调机构统计, 全球每年智慧手表, 市场规模约8、9千万只, 苹果囊括近半数份额, 而且集中在高阶市场。 随着苹果有意大幅提升明年Apple Watch功能, 预料将引爆新一波买气, 联发科也将迎来强劲拉货动能, 挨注业绩。 联发科此次抢时, 英特尔在Apple Watch的数据机晶片供应份额, 凸显产品实力与技术受肯定, 后续也有望承接更多品牌厂订单。 总体来讲, 英特尔当下正陷入营运低潮, 联发科城市大抢地盘, 传出成功抢走部分, 原本由英特尔供应苹果, Apple Watch的数据机晶片订单, 业界看好, 联发科AIPC处理器后续将接棒发威, 有望接棒分食英特尔原本独霸市场商机的利器。 AIPC是PC领域接下来的希望所在, 传出联发科正携手挥达开发的 AOM架构AIPC处理器, 已进入设计定案阶段, 预计明年下半年以300米制程开始生产。 尽管相关传闻虽然还未获得证实, 也已一位联发科在PC领域布局, 将可能从既有Chromebook范围, 既一步扩增至AIPC应用, 以AOM阵营的成员身份, 加入与X86阵营产品抢势战的行列。 联发科也已把触角伸向云端, 强调运行企业及客制化晶片策略。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